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这是BFM财经制作的开门经商之开门新趋势 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所谓的hybrid work mode 就是混合办公模式 那根据丹麦专注研究四项音频移动设备的Jabra捷波郎 他们在去年公布的一个混合办公模式雇员报告 就有显示说其实有将近七成的受访者 他们都赞同要有混合办公的这个模式 这个其实是不难想象的 我们也看到说全球知识化解决方案案提供商intuition的报告当中 他们也指出说今年以来 百分之六十六的企业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还有这个冠病病毒株不断的这个进化 或者是不断的这个疫情的演变 所以呢就推迟了重返办公室 虽然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 是不断的希望push大家回去办公室 但是也是因为像是Omicron这样子的疫情 也让很多公司的计划受到了影响 那么有高达九成的雇员就希望每周至少会有一天到两天 可以是居家办公的状况 我们BFM其实很像也是这样子 是我们是比较灵活的可以有一天选择 对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希望居家办公三次的雇员人数也越来越多 像这个雇员员工跟老板一直在拉扯 然后大家讨价还假对不对 老板就希望雇员多一点回到办公室 然后雇员说我可不可以两天再增加成三天 就是变成说大家还是希望说为了自身的安全 可以多一点时间在家里面 是多一天是一天的概念 那当我们线上结合线下的这个混合办公模式 就成为我们的新常态之后 虽然我们说这个防疫的限制呢 它是隔开了这个人群 哪怕你回到办公室 可能你跟同事还是要维持一定的安全的这个人身距离 但是因为有科技的帮助 所以我们其实距离感觉还是很靠近的 尤其是在一些商务的交流 或者是一些远程的会议 其实我们都还是感觉能够跟彼此有一个对接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和这个丹麦 拥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品牌Jabra 那让他们的产品市场推广总监卢轩林 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关于这个混合办公模式的所谓的新趋势 欢迎轩林 你好 能杰 你好 康齐 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这个开门见商做客 嗯 轩林其实我们就开门见商的要直接问你 就是说你觉得说你们Jabra 在现在的这种疫情爆发之后 那这么多的企业都开始追上了 就是远距办公这样子的一个商机里头 其实你觉得你们这个品牌 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那你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Jabra品牌 其实我们所属的这个公司是GM Group 我们这个公司成立在一百多年以前 所以在这个一百五十多年的这个进程当中呢 我们其实创造了很多很多不同领域当中的 世界首款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当中呢就包括我们有全球第一款的 超级降噪的麦克风耳机 第一款蓝牙耳机 那么今天我们在GM Group或者Jabra这个品牌下面呢 其实拥有消费类的耳机 我们也拥有就是在办公方面专业的音视频的解决方案 那除了这个之外 GM Group上面还有这个医疗类的助听器 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公司 其实是有很多非常独特的跨各个领域的 一个这么一个业务架构 那这个业务架构就代表说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的专业技术 拿他们来研发每一项业务当中 非常独特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体验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办公方面 是今天我们混合办公的一个话题 那在办公方面的一个专业的音视频解决方案上呢 其实Jabra一直在研究 就是现代工作场景的一些变化与发展 我们通过研究这个场景 工作场景的一个变化和发展 来研发我们的产品 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这个新的工作方式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办公 或者说混合办公的这个概念呢 其实在Jabra我们在七八年前 就已经提到了这个概念了 那个时候我们是提出了 或者说是刚刚推出了第一代的 Evolve办公类的耳机 那我们那一批的办公耳机 当时就已经是建立在这个新型的办公模式的 基础上推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Jabra其实一直专注于 研究这个模式工作场景的一个变化趋势 从而来推出对今天 或者说以及是未来的一些办公模式 来讲最佳的或者最好的一些解决方案 是我们其实对于这个远程办公 或者是说混合办公 甚至最开始疫情爆发 其实我们最开始用的是居家办公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我们是很熟悉了不陌生 可是像宣灵你作为这个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员 居家办公它具体应该要有怎样的 这个硬体配置的规划 是你可以建议给我们的呢 当我们讲这个居家办公或者说远程办公 那其中当然这个就意味着 我们会要做一个远程的沟通和协作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远程沟通的时候呢 你就非常需要去选择一个 很适合这种远程沟通的一个设备 这个方面就非常的重要 那比如说你在参加这个远程会议 视频会议的时候 那你的团队或者说你的客户 是不是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你的影像 或者说是不是能够非常清晰地听到你的发言 那如果说这些远程沟通的体验不够顺畅的话 那你远程会议或者说远程沟通的这个效率 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说选择怎么样合适的 或者最适合的这些针对远程办公的需求 来设计的一些专业的音视频的设备呢 其实在这个远程工作的成功性下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比如说你要去选择一个专业的通话耳机啊 或者说高质量的一个个人视频会议的摄像头啊 这些都是我们建议这个远程工作的员工 应该要去关注的一些配置 那当然选择这些设备的同时 也看说你在使用哪一些统一通讯的平台 很多公司今天使用的是 比如说微软的Teams 或者说是Zoom 或者说是Google的Google Meet 那你在使用这些平台的时候 你所使用的这些终端的设备 这些耳机音频的装置 或者说你的摄像机 这些视频的装置 是不是经过了这些平台的认证 能够保证在跟这些平台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顺畅的用户体验呢 这些都是要去考虑的一些因素 所以你有对的设备了 你的远程工作的这个体验就会很顺畅 那你工作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 所以我想我们的体验是非常的直接的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在这个疫情之后呢 做了很多的线上的直播 或者是线上的连线 所以其实音质跟画质的这个清晰度 真的是会影响到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体验 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对方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其实透过视频或者是音频 它的这种碰面 或者是它的这一个线上连接 它的目的有很多 有些是可能是因为这个会议的目的 那有些可能是为了可能要签约 甚至可能像我们这样 常常需要做一些直播什么的 那么其实就不同的目的 其实有哪一些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不同的细节呢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提到了 这个非常顺畅的一个远程沟通的这个体验 那么我们在远程沟通的当中 就好像今天我们使用视频 其实是为了更快的去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 比如说我们从来在之前都没有见过对方 我们怎么能够在视频的方面 或者在远程的这个环境当中 能很快的达到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度的一个建立呢 这个当中 如果你想象到一个团队的合作当中 其实这就导致说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信任度 那我们的沟通或者工作效率就会提升 那这个时候就是通过视频的这么一个沟通来体现 那如果视频体验这个过程不是很顺畅 那我没有办法看清楚对方 那我就没有办法在我所谓的语音的语言之外 去观察到或者说去接触到对方的一些肢体语言 面部的表情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 那我就没有办法很好的通过视频 来增进我们之间沟通的效率的这么一个目的 那另外在声音方面呢 不管我们是在家里居家办公 或者说是在办公室办公 或者说在灵活的一个地点去办公 那我们都少不了去受到我们环境当中 各种各样的噪音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在这个 有一个噪音的这个环境下面 我们听不清楚对方说话的声音 那我们这个沟通就基本上就完全没有办法 再进行下去了 所以在远程会议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选择非常适合的这个音视频的解决设备 就好像今天我今天用到的是Java最新的一款 Penacast 20的个人网络摄像头 以及Penacast最新的这个Evolve 2 75耳机 那这两个设备呢 就可以让我在视频会议的当中的音频和视频的质量 都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面 那同时也在我跟外界沟通 跟我的客户去沟通的时候呢 可以保证我代表我的公司 呈现出来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远程沟通的这个当中 你有一个非常适合的设备 其实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是 轩玲你刚才有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浏览Jabra的官网呢 我们会发现你的产品线当中 其实有有线Wired还有无线Wireless 两种不同的使用场景 然后有不同的设备 也有不同的这个配置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访谈 就有很直观的感受 如果我们的嘉宾他是用无线的产品 可能因为讯号的问题就会有一些延误 那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这种问题发生呢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选择适合的设备非常重要 那适合的设备不是说 所有的可以带麦克风通话的耳机 都是最适合的耳机 像你刚刚提到我们有有线的耳机 和无线的耳机 那当然各有各的好处 就是有线的耳机呢 对于用户来讲非常方便 非常简单的可以去使用 就你只要把这个耳机插上 你就即插即用 立马就可以使用 那当然对有一部分的用户来讲 他可能会在一天的整一个工作过程当中呢 有很多的音频的对话需要去连接 那他有时候可能会需要一些 离开办公桌的一些灵活性 那比如说我有快递来敲门了 那我可不可以去我的门口去 接收一下快递呢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对 这个无线的耳机 那就可以给你这些灵活性 可以在家里的各个区域 去进行一个办公 那当然在无线通话的时候 你刚刚提到的 有可能会有一个断序 或者说有一个delay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在一些专业的 办公类的耳机的设计上面 我们会专门的去对这一方面 进行一个测试 那这一个测试呢 不光光是我们本身自己的测试 同时也会去跟一些 统一沟通的平台 去做一个测试 就比如说Microsoft Teams 和Zoom Google Meet等等等等的这些 我们专门用到的 办公的一些平台 那通过Microsoft Teams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测试 我们在通话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一些delay 所以在这个测试完成了之后呢 用户在使用这些办公类 专业的耳机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选择一对正确的 或者说最适合办公的设备来讲 其实选择一个专业的设备 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感受就非常深了 因为今天我们在用的就是 Jabra的这个镜头 然后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 Jabra的镜头确实是可以 让我们就是很清楚的看到对方 然后整个的这个氛围 还有刚刚先你讲的这个 专业感 它其实就出来了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 他会思考说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 用到4K 这种超高清画质呢 那可能有些人 他也会顾虑到说 比如说我现在的 这个电脑的配置 或者是我电脑 可能就比较旧了 讲直白一点的话 我是不是在设备上面 或是我家的网络环境 是不是能够支持这种4K 就是高清的画质呢 有些人就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可能不太必要 那轩玲你怎么看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 我们需要考量到 就是这个公司企业 怎么样在这个远程 或者说混合式办公的 这个状态下去支持员工 有这么一个远程的体验 那这个当中就包括你提到的 这是一个整体的体验 不光光是摄像头的问题 这包括说我能不能给员工提供 最新的一些电脑的配置 如果电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 是一个非常老板的电脑 那可能是到时间 应该要去做一个更新了 那另外一点就是 在远程办公的时候 也是我们需要使用到 网络的这个带宽的问题 我们的网络的速度够不够快 那这个时候不光光是远程视频设备 或者说视频沟通的一个体验问题 那包括你同时在使用 Microsoft Teams的时候 Teams的时候 跟你的员工一起去 共同的合作一个 在一个PPT上面做一些工作 或者说你跟他们 做一些远程协作的时候 都会受到这个带宽 和这个网速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在这些各个因素当中 最后提到的是这个远端的 这个中端的设备 就是我们的网络摄像头 和我们的耳机 那只有在所有的这些因素 都有一个很好的配置的 这个状态下 你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远程沟通 或者远程工作的一个体验 那当中所有的因素 当然是缺一不可 所以说很多的企业 真的想要进行一个 非常好的成功的一个 混合式办公的体验 需要去看一看 或者说需要去进行一个评估 说我有没有给我的员工 提供到所有需要的一些设备 刚才我们讲的混合办公 好像都以居家为主 现在我们要回到办公室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城市都从全球的流行 慢慢的过渡到地方的疾病 所以当企业开始重返办公室之后 刚才宣灵提到的 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 才能够结合 才能够很完美的去呈现 这样子的一个办公形式 那么是不是在办公的环境当中 老板或者企业的经营者 管理者也需要去重新的 规划办公的空间 让这个环境它是更加符合 所谓线上结合线下的作业模式 完全没错 因为我们看到说 现在疫情逐渐在改善 甚至说很多国家 很多的员工都已经可以去 返回办公室去办公了 那有一些公司 其实是会选择说 我们继续去进行 这个灵活办公的 这么一个工作制度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这两年当中 这个新的工作模式 是有给我们带来一定的 可持续性 或者有一定的好处的 所以我们在做了 最近期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全球的这些调查 说员工到底愿不愿意 回到办公室来办公 还是希望说 有更灵活的一个办公模式 你刚刚在最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全球受访的所有员工当中 大多数的员工 希望他们的雇主 不要要求他们 每天返回公司办公 他们希望说 能够有一个更加 灵活的一个常态 那在这个混合办公的 趋势下面呢 办公室的规划和设计 就需要满足这个员工之间 面对面的协作沟通 同时也是要满足他们 远程沟通的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当我们去看到 Jabra的一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不光光 针对远程的个人 来做一个设备的一个设计 我们同时也看到 有一部分的员工 会回到办公室 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 或者说在办公室 以一个团队的方式 跟远程办公室的一个 对接的一个远程工作的方式 那在各种各样这种 不同的混合式办公模式 下面的一些工作的场景呢 我们会推出非常不同的 一些专门针对 这些各个场景的 一些解决方案 就好像说我们Jabra Pantacast 50 其实它是一个针对 会议室远程协作的 一个音视频会议 那我们今天 我使用的这一款 Pantacast 20呢 就是针对远程 单独去参加会议的个人 来设计的一个 智能的个人会议摄像机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像我现在这样搭配 这个Jabra专业的一些耳机呢 就基本上达到了一个 对远程个人办公来讲 非常专业的一个体验了 除了这些之外呢 你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可能也会有员工 在更加灵活的一些地方 去进行一个沟通 那可能说是 我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会议室不够用了 我们可能要找一个 其他的一个开放的空间 去做一个团队的 远程一个协作 那也有可能我们在团队 在外界 或者说在第三个地方 在一个公共的场合 进行一个合作的时候 也需要去搭建 或者说建立一个 远程沟通的这么一个会议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Jabra Pantacast 搭配我们的Speak 750 就是一个灵活办公 随时随地几差几用的 一个便携式的 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所以简单来讲 针对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景 在我们Jabra的 整体的这个产品线当中 你都可以找到一款 非常适合你的一个 混合式办公的解决方案 是 我相信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主 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 然后他们听到这里 可能已经被我们说服了 认为说 这种远端的办公 或者混合式的办公 它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 来解决大家 互相沟通的问题 现在电脑 还有这个手机 所配备的这些摄像头 还有这些收音的设备 可能已经是不足以应用在 我们混合式办公的 这些场景里头了 那么这些被我们说服的老板 大家可能就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到底我要怎么样子 开始才好呢 具体其实在Jabra的 这个市场调研当中 企业对于线上办公的设备 他们在最初的时候 他们会提出一些 怎么样子的需求 也请宣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所以在考虑到产品的需求方面 首先就是要简单的能够使用 所以说很多企业 我们的客户来看 他们在选择一些办公的设备的时候 首先考虑到的是用户的体验 就是我的员工能不能很简单的 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 就可以连接 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设备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Jabra 我们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 就很多的考虑到用户 如果说他对科技产品没有很多的了解 他也可以非常简单的连接设备 随时的进行一个远程的沟通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公司 他其实今天使用的 如果在远程的这个工作的模式下面 其实很多会使用到统一通信的平台 那就是微软的Teams Zoom Google的一些平台 他们在使用这些平台的时候 我们的终端设备能不能跟这些平台 有一个很顺畅的对接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去看 能不能去选择这些专业的 针对这些平台 以及个人的工作体验 去设计的一些专业的办公耳机 或者办公的视频装置 那去选择这些专业的装置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 要考虑这些根据你不同的场景 或者你现在工作的这个环境 来选择专业的 适合的这些影像和音频的产品 针对员工的每一个工作的体验 是 那我们其实现在讲混合办公模式 当然我们刚才都是很完美的 我们就是either就是在办公室里面 或者我们就是在家里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可能是在公园啦 在咖啡厅 在任何一些其他的地方 甚至说我可能正在度假 但我就是有一个紧急的会议要参加 我在海边 那我可能就要在海边参加会议 那么企业主 轩琳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他们可能要重新的在心态上 做出一些调整 来适应说 可能我的员工 他就是不一定会在 我想要的那个环境当中 来参加我的会议 没错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了一些调查的数据 那包括我们Jabber 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查 那这个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员工其实对灵活办公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了 那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也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说 灵活办公可以为企业带来哪些的好处 那例如从企业主的角度来看 通过这个灵活办公的话呢 企业就可以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 那就能够雇佣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员工 那如果说有很多高技术的员工 不在本地的这个范围当中 那企业也可以去通过远程的方式 让这些员工加入到他们的公司 或者说企业当中来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灵活办公也可以让这个企业能够更多的去优化 我现在已经有的这个办公空间 我们所有的这个办公空间 怎么样能够更优化的去使用 这也是一个降低运营成本的一个方式 所以与其过多的去关注员工 在什么地方办公 或者在什么时间办公 其实企业主不如更多的去思考说 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员工 配备什么样的专业的办公设备 能够帮助他们不管在哪里办公 在什么时候办公 都可以高效的专业的去完成他们的工作 是 我想我们可能花点时间来聊一下 这个使用者的一些顾虑 因为如果有了这些非常专业的配备之后 可能雇员就会担心说 那我是不是随时随地我都要被召唤 然后都是需要来上班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进行一些会议 这是可能是其中一个顾虑 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安全性的顾虑 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现在可以高清的看到 我在任何地方的这些场景 或者是背景的时候 那我的自己的隐私是不是会被揭露 有没有一些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的状况 还有在你们公司Jabra 在这些顾虑里面 你们是否做了一些怎么样子的防范措施 来帮助使用者可以去更加的高枕无忧呢 没错这个安全性的考量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去这两年当中 远程办公以及在以后这个混合式办公这个模式下的很多企业 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这个安全性就包括说数据的安全性 那个人数据的安全性 以及公司数据的安全性 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就好像我现在使用这个Panacast的20 我们完全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那它有一个自带的一个镜头的盖 所以说在用户没有在使用这个装置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把这个镜头盖盖上 那以防万一就是说 我可能不小心连接到了这个视频 这个设备也不会就是把我不想要传递的一些信息 传递到外界去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从公司数据的安全性来考虑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视频装置 其实有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些功能 那这些所有的智能的功能呢 其实都是在设备端来完成的 那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设备装置 其实需要去实现这些智能的功能的时候 它是需要一个云端的一个软件来进行一个处理的 那我们Java的视频设备 其实是不需要用到任何在云端的一个处理 完全都是在设备端完成 就代表说没有任何的数据 包括你背景的一些画面啊等等等等 被传输到了网络 或者说是云端去做一个处理 所以将所有数据保留在本地的设备端的时候呢 你的数据的安全性就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所以这个在我们Java设置这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很专业 或者说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来针对这个用户的一个体验 是 刚才讲到云端 我想就是挑起我的一个兴趣是说 可能从广义到狭义的一个层面 广义的是我想了解Java对于这个混合办公的模式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象是可以跟企业分享的 那狭义是说我们就很直接的针对元宇宙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元宇宙像Meta 像微软自己也都在研发这个方面的平台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期待说未来的视讯会议会变得更加的有趣 那么对于这个混合办公的发展 是不是又会导向另外一个全新的方向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就是这个混合办公的这个模式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说是混合办公 应该是今天或者说未来的一个新的常态了 那这个概念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 只不过是很多的企业在疫情发生之前呢 对这种新的办公模式在当时还是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当全球疫情发生了之后呢 其实它使得很多或者说大多数的企业 也不得不采取和适应这种新的远程的工作模式 那当然从过去这两年的这个试验当中 很多企业也确实体会到了这种新模式带来的一个好处 Jabra在去年针对混合办公方式做了一项全球的调查 这个调查当中呢我们其实是访问了5000多名各个地方的员工 那在这个结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有60%的员工表示呢 他们在未来的这个工作环境下面 其实他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非常豪华 在办公室环境或者说是更多的个人的一个福利 相比于这些方面的因素呢 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自主权 那自主权就代表说可以更加自由的去展开他的工作方式 这包括工作的方式也好时间也好地点也好 所以员工希望看到办公的灵活性 那如果说这个公司能够给员工提供一个灵活的办公环境呢 这样的企业就能够更容易去吸引和保留一些非常优质的员工 那灵活办公的环境同时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能够帮助企业能够更好地去利用它现有的一些办公资源 那么优化的这些资源呢 也就能够提高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帮助它去降低一些不必要的运营的成本 那所以对企业本身来讲或者说对员工来讲 其实去适应这个远程或者说这个混合式的办公模式呢 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会看到这个混合式办公 应该是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新常态 那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在最近这几年 其实越来越多的被很多不同的公司提到 那人们如果说能够在这个元宇宙当中 能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进行一个互动 然后从工作的方面开展业务 或者说建立一些社交的联系 那你也提到了微软也提出过 就是在不远的未来可以通过这些技术 我们可以在远程的这个环境下面 就可以和同事之间开启一个身临其境的 或者说近乎是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协作 那我们如果单单从这个科技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未来的工作模式有各种各样 值得我们期待的可能性 就好像混合式办公室非常一个简单的概念 在多年以前或者说三年以前 对于我们来讲好像还不是可以想象到 能够大范围的去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工作常态 那对于这些新的科技带来的不同的可能性呢 我们应该也是可以想象到 就是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可能有更加有趣的一些可能性会带给我们 那作为Jabra 我们刚刚在最初的时候也提到 我们一直研究办公模式的这个新趋势 为研发产品的一个核心的起点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不停的去研究新的科技 带来的一些新的办公的可能性 那希望说可以通过这样的不断的研究和不断的创新 可以一直给大家带来我们行业领先的 或者说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些办公的解决方案 是的 我觉得其实轩林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一切呢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因为这个是在抢人才的一个时代 特别是在后疫情之后 那我们也听到了轩林刚才说 其实现在的员工呢 他们是需要更多的弹性的 那混合型的这种办公模式 是现在比较受到了这些新形态的这些人才 所欢迎所喜好的 所以如果你的企业一直抢不到人才的话 然后你又是一直要求大家都必须要回到办公室去工作的话 可能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 你就知道到底你的企业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哪里了 是 而且可能新常态之下 企业本来就要有运营的成本 但是这个成本到底要花在哪里 可能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板块 是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需要自己再去重新规划和重新安排一些成本 去让员工更加舒适的工作的一个新的趋势了 今天非常谢谢轩林 非常谢谢康琪和能杰 开门建商之开门新趋势 是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BFM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或者LinkedIn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